剛剛是一張補選才剛剛結束 撥下藍一隻者似乎是不滿 李梅真慘敗 揚言要站此來革命嗎 號召萬人帶著武器攻擊 是否有此一說 網路上出現這樣的狀況 警方獲報之後 立刻呢 不到一天時間 在台南民宅也逮捕了 五十歲的例行嫌犯 終於在台南找到送行者 ISIS高雄警方當場把人 從住處帶回派出所 手拿拐杖在警局摔了一跤 五十歲理性男子模樣狼狽 不過日前他可是在網路上揚言 要攻擊高雄市府 讓民進黨害怕 對民進黨有什麼不滿的地方嗎 沒有沒有 所以有什麼要讓他留言 知道自己這樣的留言 已經有涉及到恐怖的部分了嗎 我不知道耶 還是你對選舉結果不滿 選舉跟我沒關係 我不是這裡的人 自稱沒有政治色彩 但看到高雄市長補選 國民黨的李梅珍落選後 李姓男子卻在賴群組上 揚言要召集萬人 帶著重型武器 直攻高雄市府 還大嗆不怕死 自願當前鋒 甚至還高調貼出自拍照 說不怕內鬼告狀 消息傳到市府 從外來市長到市府員工對於這樣的言論 第一時間都不擔心 但警方還是繃緊神經 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把嫌犯依恐嚇公眾震嫌法辦 至於其他群組附和相關言論的成員 我們警方會在報警檢察官認定後依法徵辦 選舉結果有喜有悲 提醒民眾保持累積 不得踩到法律紅線 不是一句不知道就能脫罪 記者憲令關正成立國國續會 SCO組高雄報導